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初心一直没有变过 就是重建人与土地的链接 希望能用这个土地的力量改变更多人 就像我当时怎么被土地改变一样 我叫石烟 现在是分享收获农场的掌柜 也是一名新农人 现在我们在北京一共有三个基地 一共大概有400多名的土地 然后我们现在有蔬菜 水果 还有一些养殖的 一个农场我们有这三个方面 有的植物 动物是以生产为目的 小狗 小兔子 这是生活的部分 找叶找渣又回到土地作为追匪 所以最终就是形成一个生态的循环 农场的模式就叫CSA 直接翻译过来叫社区支持农业 就是我有多少会员 我做多少生产 会员它是预付费 把农民和消费者直接联系起来 减少中间的这种环节 让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能够受益 就是你作为消费者 也许你多付一点钱 它就会花费更多的精力去生产好的东西 有1500多户家庭是我们的会员 农场是直接配送到它的餐桌了 所以它每一周都可以收到非常新鲜的 有机的农产品 除了这个家庭的配送以外 你还可以来到农场自己租一块地 自己耕种 我们来提供种子 有机肥羊 还有技术的服务 我是那个本科的时候 是河北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 保送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营村发展学院 读硕士 硕博联读 在硕士二年级的时候 我是08年的4月份到10月份 在美国的一个农场里做这种实习生吧 印象最深的吧 一个就是他们的耕作形式 去年就已经有居民提前下单预定了 他就可以专注在这个生产上 不需要着急去卖了 其实在美国农场的那半年时间吧 与其说学习了他们的模式 我更希望的是 我也能够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同时呢 用这种生活方式去影响更多的人 博士毕业之后 我就到这个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社会学系 做这个博士后的研究 一二年在做博士后的这个期间 创办了分享收获这个项目 其实博士毕业 我也想过要找一个大学的工作 但是我想的是什么呢 同样是去影响人 同样是去把我们的研究成果 更好的去传递的话 其实农场作为一个载体 或许比大学还更好 所以在这两者之间咬牙 还是决定专心去做农业 我从小因为都是在城市里 对农业完全没有概念 在农场的创办和运营的过程中 包括种植啊 包括养殖配送的这些环节 我从开始都是自己做 每一次反正劳动 我都会觉得 还是不能忘记 真正干生产的这样的一个群体 不要浪费了事 最大的收获 我觉得就是 你感觉我做了一件 好像也不是那么大的事 但是呢 这件事还影响了那么多的人 我爱人 我爱人比我低一届 她总是在人大多多 确实和博顺 就我们俩 自然在工作和工程中 产生了感情嘛 因为我们在11年的结婚 办了一个农场的婚礼 绝大部分食材都是素材 只有一个肉材 包括用素食的蛋糕什么的 我们邀请的朋友 这也都是做生态游记能源的 这头牛你看这么看 而且好像矮了好多 还有伤吗 你就让它也给它拴外面了 我们现在就更喜欢乡村的这种生活 状态是忙碌的 可是你身心是自由的 你在乡村生活 你也并没有感到物质的匮乏 因为基本上在农场 你也不需要那种炫耀性的消负 这个是我们农场的撇篮 我们整个的生产过程 其实是不使用任何的化学合成的肥料 和化学的农药的 而且你看它的这个根系 也是非常粗壮的 最初创业的时候 当时我们种的一叉茄子 突然就发现这个茄子的叶片上 有一些白色的痕迹 这个农户也比较坦诚 就说用了滴滴味去杀这个满虫 我们必须要让农户意识到 我们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所以最后我们就决定说 这半米地的茄子 我们要多把它拔掉 大概损失人家有几千斤的茄子吧 这是我们第一年当时创业的时候 我给人家淹不点害怕 淹不点 现在全球有30%还是40%的土地 都是用来生产饲料用的粮食 现在我们总的团队大概60多人 其中有一半我们叫做新农人 新农人绝大部分应该说算是年龄 比较年轻的 80后啊90后啊 甚至现在有00后 他也许有一段经历在城市里工作 但是呢现在他又回到乡村来做农业 我们新农人体育应该是2019年吧 一个月一期一期大概20个人 37 600多人从这个投训体育出去了 他基本上了解了一个农业的入门 还有很多的培学完之后 他自己也能去做的 我来学习 一个是因为之前感兴趣 第二个是可能我以后的生活 需要一个农场 所以呢我就先进行一些知识的储备 今天石阳老师所讲的一些内容里面 其实是我们大家已经在私下已经探讨过的一些问题 一些道路 还有一些社会化的 都还是比较贴近的 中国已经有几千年的这个农耕文化了 怎么样能在现代的这个土地上 现在人的这个思想上 让大家传承和接受我们生态农业的这种做法 这个其实反而是我现在最想做的